7号 我想问一下 你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然后怎么想到 后面半度出家 要做这个 开这个按摩医院呢 我先是国企 国企后来就是改字下岗了 再后来呢 是我老妈 她的颈椎腰椎特别不好 或者是我就是学这个 当然这也是名手艺 那也就是说你没有拜师 就是自己半度出家 完全靠书上 那个来学成的是吧 我是经过这个正规的机构 长期的学习 刚刚看你那个里面介绍说 你说你的生意很好 技术也不错 那你说你的年收入 才两三万块钱 这是我最最保守的 目前的这个经营状态 那你能不能不保守 说一下呢 不保守就是 那肯定是晚上 对对对 是这样 我想问一下 你现在是你一个人走去 还是和你妈在一起去 我现在是在过渡 就是马上 就是急而可待了 这房子马上就 练收交付了 你先试试 你再试试 我现在是什么事 再试试 我现在是个人